根据韩国政府调查显示 严重手机成瘾症的青少年比例逼近了三成 所以韩国就有借手机成瘾症的专门训练营 而训练方式以及成果是如何 带你一块去看 拿起手机重重往地上摔 听音乐跳舞或是爬楼梯运动消耗体力 这也是南韩青少年的手机乐界训练营 真的受不了很想看手机 就找心理师一对一聊天解闷 也可以团体资商 南韩最近掀起治疗手机成瘾症风潮 不少青少年主动报名参加 训练时间长达一个月 走到哪滑到哪低头足爬爬噪 吃顿饭前得用手机拍张照 吃饭配手机 手机早已像是身体的一部分 不能切割 2018年南韩青少年手机使用比例 高达98% 几乎是人手一击 中度使用者也就是罹患手机成瘾症的青少年 比近三成 平均一天看手机超过13小时 精神科医生虽常常出面警告 手机用太多会伤脑 特别是大脑而叶 同时还会引发心理问题 好说歹说就是戒不掉 手机看太多引发网路霸凌 亲子关系梳理等问题 现在在训练营和同侪一起戒手机影 多数人都说帮助很大 虽然无法完全戒掉看手机的习惯 但至少别花太多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